比赛进行到一半 一名男子突然拿起吊杆 上面还吊着一封信 企图骚扰啦啦队员 韩籍成员李雅英加入富邦汉匠啦啦队后 收获大批台湾粉丝 不过去频频发生球迷骚扰事件 还有网友认出拿吊杆的球迷 这是六月跑到新庄棒球场 拿冰粽丢给啦啦队女孩的冰粽歌 球团在事后紧急发出声明 表示已经掌握该名男子身份 到警察局备案 并把他列为禁止进入主场名单 韩籍啦啦队成员人气高 富邦汉匠也特别邀请韩国 奇雅虎啦啦队登上大巨蛋 其中还有近期爆红的李朱莹 因为三镇五红遍台湾 李朱莹则表示 完全没有想到可以受到这么多人喜欢 坦言第一次登上大巨蛋 就觉得非常震撼 这次韩指和中指两队啦啦队交流 成员也表示希望之后都能有这样的活动 在现场也感受到台湾球迷满满热情 三星的李朱莹刘华 SNG小组台报道